而在整个欧洲地区 那么其实是已经最接近欧战的边缘 因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觊觎 已经化为实际的行动 俄罗斯出动了苏凯战机 进驻白俄罗斯 这就是入侵乌克兰动作的第一步 北约跟美国当然加强对乌克兰支援 这使得双方的紧张关系急剧升高 美国的支援包括 额外提供价值2亿美金的防御武器 供应到乌克兰 而且都已经全输到位 而英国的情报显示 俄罗斯计划先拿下乌克兰 建立傀儡政权 俄国的情报单位招募了 前乌克兰亲俄的4个官员 计划在里面选一个人 担任俄国直接攻占乌克兰的傀儡领袖 美俄外长会没有任何交集 乌俄冲突升温 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出了撤侨建议 俄罗斯企图入侵乌克兰 天天都有新的军事准备动作 近日 俄国苏凯35战斗机也进驻白俄罗斯 双方宣称要进行联合军演 但专家研判 俄军是想从白俄南下 直取乌克兰首都基辅 美国与北约盟友大动作支援乌克兰 美国承诺乌克兰将额外再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军事防御武器 目前也已经到位 美国总统拜登周六听取国安团队的简报 考虑依照国防部高层的建议 移动1000到5000名美军到波兰 罗马尼亚或波罗迪海三国 以支援北约组织并协助撤离美国公民 西方与俄罗斯在军事上互相校正 但也还没有放弃以外交解决冲突 上周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 双方依旧没有交集 会后唯一的正面讯息是俄罗斯愿意持续沟通 俄罗斯对乌克兰虎视眈眈 动机是要建立军事缓冲区 防范北约或是西方国家入侵 这是俄罗斯从历史上学到的教训 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希特勒 都曾经从波罗迪海沿岸出发 穿过平坦的波兰入侵俄罗斯 因此普清想以乌克兰为盾 逐起一道军事缓冲区 英国外交部公布的情报显示 俄国计划在攻占乌克兰后建立傀儡政权 据传俄国的情报单位已经与四位前乌克兰 亲俄官员打上线 包括前总理副总理和国安高层 计划扶植其中一人当傀儡领袖 目前克里姆林宫最鼠疫的人选 是前乌克兰议员穆拉耶夫 不过当事人已经严正否认 西方与俄罗斯壁垒分明 但德国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德国海军首长薛恩巴赫公开表示 他认为俄国侵略乌克兰是无稽之谈 普清应该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但他真的需要尊重 尊重 他在一层的眼光 他需要尊重 我的天啊 给人尊重 尊重 是低价 甚至低价格 所以如果我问 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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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尊重 能够尊重 他需要尊重 而且也需要尊重 还要尊重 此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薛恩巴赫周六已经请辞获准 不过乌克兰驻德国大使认为 这不足以挽回他们对德国的信任 美国华府预计在这周回复 莫斯科提出的北约战略要求回函 内容是要求北约不能东扩 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不过华府同意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美国国务院也在23号发布建议撤侨通知 开始为乌俄冲突做好准备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